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有边塞长城 巍峨雄壮 跟随考古 我们在土地中寻找那不断跳动的历史脉搏 走向更远的远方 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竞争当中 长城研究一定是边疆考古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海风吹过 繁荣璀璨的中华文明 正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姿态拥抱世界 本期考古公开课 将盘点2021年那些振奋人心的考古大事迹 让我们一同走进考古202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切磋琢磨考古论金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考古公开课特别节目 考古2021 我是陈志峰 在2022年新春到来之际 我们考古公开课 向全国的电视观众 送上新春的祝福 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 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些 值得铭记的考古大事件 和令人震撼的考古新发现 一同考古2021 1921年 黄河岸边的养韶村 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第一产 过去的2021年 恰恰见证了中国考古的百年风华 一百年在历史的时空中啊 似乎很短很短 但是却能通过考古这件事 变得很长很长 在这一百年里 一代代考古人上下求索 风雨无阻 用无数考古发现 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而见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就在浙江梁竹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便是五千年前的水乡泽国梁竹 这里不仅微蕊扶摇水波炼焰 这里还有最美的玉 最大的城 以及最早的水坝 梁竹最美的玉 就曾经在这片叫做返山的地方 沉睡了有五千多年 直到一九八六年的一次考古发掘 才将它们从睡梦当中唤醒 这一片曲 就是梁竹的高等级贵族墓地 也叫返山亡陵 这片亡陵出土的气部 百分之九十都是玉气 尤其是这座墓 M12 就十二号大墓 等级最高 大名鼎鼎的 你像玉丛王 玉岳王等等 都是从这里横空出世的 大家看啊 这些可都是象征着 神权军权王权的重器 因此考古学家认为 这个十二号墓的墓主人 很可能就是当年的梁竹王 这一件就是玉丛王 重达六点五千克 这上面呢 刻有八个 神灰 就是那个神人寿面门 这个神灰刻的有多细致 大家知道吗 我给你好好说说啊 大家看 这是放大了的神灰 这个神灰啊 在一毫米的宽度内 您听好了 一毫米 一毫米之内 刻有五六根线 这堪比今天的微雕啊 拥有这件器物的人 即可驾骑神兽 穿越凡尘 直通九天 除了最美的玉 梁竹还发现了当年最大的城 整个城呢 由宫殿区 内城 外城 三重结构组成 总面积达到六点三平方千平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 梁竹古城的中心宫殿区 墨角山 当年 这里可是宫殿林立 气势归宏啊 梁竹古城 可不是一般的城 这是一座水城 梁竹的仙民们 住在水城里 住在堤坝上 看竹筏摇曳 浮衣细水 这是何等惬意的事啊 不过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梁竹古城的这些水 到底是来自哪里呢 考古专家呀 给出了完美的答案 他们在梁竹古城北面的那个山上 发现了梁竹先人修建的 用来排涝蓄水 灌溉运输的 十一条水坝 可以说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水利系统 比大雨治水还要早上一千年 这里的一切一切都告诉我们 在五千多年前 这里曾经真实的存在过一个气势灰弘 侠名欲应的神王之国 但如果没有考古 我们对此便一无所知 2019年 在第四十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 中国梁竹古城一址 成功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这离不开中国考古的时政 离不开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发掘与探寻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一百年来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 走向世界成为世界遗产 可以说中华文明也为世界文明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就在2021年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我国又有一项重要的项目 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就是 福建泉州成功获得 全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 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的环境和空间构成 这一系列遗产记载着宋元时期 全州令人瞩目的繁荣与成就 它是世界海洋贸易引擎型港口的杰出范例 具有产运销功能高度整合的区域一体化空间结构 以及中外风格多元汇萃的聚落景观 展现出宋元中国农业文明 与世界海洋商业文明间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交流 与世界海洋商业文明 与世界海洋商业文明 大海一直是我最向往的地方 我在上海出生 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 就是站在黄浦江边 看来来往往的船只 我总是在想 这些船究竟要开到哪里去呢 有一次就飞缠着家人去港口寻个究竟 可看着茫茫无际的大海心里就更糊涂了 这大海无边无际 哪里有路啊 后来我读了马可波罗游记 了解到中国有一个举世文明的港口 叫做四铜 那里啊 街头巷尾都开满了火红火红的四铜花 它就是今天的福建泉州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也是意大利人雅各笔下的光明之城 马可波罗这样形容泉州 大批商人云集这里 货物堆积如山 我们都知道海上丝绸之路 兴起于秦汉 繁荣于宋元 到宋元时期 泉州凭借其四湾十六港 已跻身为东方第一大港 无数满载中国瓷器 丝绸药品及茶叶的商船 从这里出发去往世界各地 最多的时候 这里与一百多个国家通商往来 参观营里三州路 涨海声中万国商 说的就是宋代泉州海上贸易 的繁忙景象 尽管已经时隔千年 但这段辉煌的历史 在泉州惊天这片土地上 依然有迹可寻 2021年7月25日 泉州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深移内容设计古迹 已只多达22处 下面我就为您介绍几处 泉州深移的达卡堡地 士博斯遗址是一处跨越近千年 蓄存385年的古海关遗址 也是我国现存的唯一的一处 古海关遗址 设立于宋代1087年 见证了泉州曾经的海上贸易繁荣 海上丝绸之路让泉州走向世界 也让世界走进了泉州 在这座古城里拥有近100个 大大小小的寺庙 可以说三部一庙 五部一堂 所以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 不同民族 不同宗教 不同肤色的人 在这里相互包容 和谐共处 如此众多的宋元宗教建筑 保留至今 在全国极为罕见 正如马可波罗所说 这个地区风光秀丽 明性和平 一点也不假 和我们今天一样 古人出门也要祈福一帆风顺 九日山祈风时刻 就是这样所在 在东西两峰的磨牙上 有相关题课78段 其中有十段记载了 从北宋到南宋年间 为贸易商船举行 祈风仪式的重要事实 泉州深移 有两座塔也不能不提 六圣塔 万寿塔 均为各路商船 起航回乡的千年航标塔 望夫诚实的传说 更是承载了泉州人 对海洋贸易的历史记忆 丝绸之路的起点 除了港口多 物产丰富也是必须的 大家快看 瓷造瑶址 德化瑶址 都是见证宋元时期 中国瓷器制造的重要遗存 泉州的古迹 真是一天也说不完 我把深移的22处遗址 总结了一下 那就是一山一盐一圣墓 一宫一门一模拟 二塔三桥四宗庙 双摇双丝两码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泉州深移的遗址大全 留给您慢慢品读 泉州项目的22个遗产点 古老而生动 让我们不禁想象 千年古渡 火把长鸣 商国满具 万商来潮的 昔日繁荣 泉州就像一个原点 向世界发出无数条 热情与包容的设限 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地 不同文化 和平相处 共同发展 一千年前 我们就已经做到了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路 不仅有丝绸之路 更有一带一路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之路 好 非常感谢 我的同事丁熙 为我们如此动静地 讲述了泉州深移的 丰富内涵 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 体会到了中华文明 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 巨大的贡献 泉州深移成功 这是中华文化 又一次走向世界的见证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世界遗产 已达56处 位列世界第一 我们应该向5000年 中华文明致敬 我们更期待着 未来能有更多的 文化瑰宝 走向世界 在考古发掘中 金银器等华丽的文物 可能对观众的吸引力 是最大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感觉满屏 都是有钱的感觉 是吧 而对于考古学家来说 则不然 他们更注重的是 带有文字的文物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了文字 就有了真实可靠的 第一手材料 这会对了解当时的历史和社会 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2021年的考古发掘中 在湖北云梦 郑家湖墓地就出土了一枚 战国时期的长枯 上面足足有将近700个字 这个文字数量之多 时代之早 堪称中华第一长文枯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湖北省文物华物研究所的 罗云斌 是这个云梦 增下核墓地 豪谷发掘负责人 现在呢 我们就在发掘的豪谷现场 云梦 增下核墓地 为云梦的城关镇 2021年9月份以来 我们连续对这个 增下核墓地 这个CG进行发掘 发掘墓藏有108座 做的文物 有800多件号 我们有一个编号 M274的小墓里面 做了一些木箍 这一切面 就是我们编号 M274的小墓 今年9月23号的上午 我们工作人员在 清理流向的过程中 发现有一堆小型的木头 在我们整个发掘的工作方案中 我们以前做好了工作的预案 所有的这种木头 我们要求工作人员在工地 必须仔细地观察 看上面有没有文字 这些大量的小木头 都进行了清洗 发现有些上面 云云也有点的字 在用这个澎湖 恭喜之后 发现这个文字 特别地清晰 一很重大 我们立马就送到 新州文保中心 在那里进行保护 凑理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它是我们中华地银山木头的 一个保护的线上 这个木头是检毒的一个品种 它一般的断面是一个多面体 或者叫多能体 一般是三个面以上 每个面上可以写一行文字 我们这些木头的话 也特殊 它是由于结原木 地包半分而成 就是一个半圆形的 底面是一个平面 正面的话 标准有七个能面 每个能面宽度是 0.5到0.6厘米 每行写了五十多个字 整个顾文上面 有接近几百个字 是这个名副吉时的 中华第一藏文顾 这个木顾上面 它主要记载的一个利用是 战国后继 东方一个谋士 他叫图 他就是游说秦王 希望秦王能够 请兵利益 停止战争 能够安居乐业 顾文记载的事件 向我们展示了一幅 战国后期 东方国家旅行 地势 争度 窝下的这种历史画面 为我们认识当时的这种 历史史实 还有这种政治关系 也提供了很关键的材料 这一次出现了有文书的木顾 这已经是中国第一厂的木顾 跟战国车相类似 但是它这个是在整个我们的过去的文献记载里面所没有的 也是考古上第一次发现 这是美术珍贵的 可能有很多观众会好奇 菇不是一种酒气吗 你比如青铜菇 常常跟这绝配合着用 如果你查字典的话你就会发现 这个菇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酒气 菇乘酒 绝就跟那酒杯似的 菇就有点像那醒酒气 这么个配合着使用 而第二种解释就是我们短片当中提到的 古代用于书写的木片 这是第二种作用 古人把圆形的木头削成多面体的木柱子 这样就称为菇 一般这个木柱有三棱的 三棱三面 还有四棱的 还有六棱的 甚至八棱的多种形状 在古时候啊 竹简木柱这类工具非常珍贵 写在木柱上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各个面都可以写 写完了你还可以把它削掉 就是不用了可以削掉 削了还可以再写 如此反复 所以你看有些木柱啊 它那个棱啊 就不明显了 好说完了 我们再说说湖北云梦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啊 我们应该不陌生 因为1975年这里曾经出土过震惊世人的国宝 古籍文物 税虎地勤俭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发掘情况 两千多年前 金楚大地还是一片水乡泽国 名曰云梦大泽 河湖浩荡纵横千里 先民们 鱼猎农耕 开创文明 并将文明的点滴 书写在竹简上 两千多年后 考古学家在湖北云梦 发现了震惊世人的国宝及文物 税虎地勤俭 那是1975年 考古学家对云梦税虎地十二座勤墓展开考古发掘 在清理道第十一号墓石 竟然发现了大批的竹简 包括一千一百五十五枚完整的竹简和八十枚残片 那么这批两千多年前的竹简 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经过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的多方解读 最终认定墓主人是秦代一名叫做喜的法律基层官吏 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 公元前二百六十二年 是于秦始皇三十年 公元前二百一十七年 当时的云梦正伴随骨则消退 人口增加 迎来文化交融的历史时期 喜在工作之余 将秦代颁布的法律条文 一一记录下来 写在竹简上 他当时一定想不到 这个举动会为两千多年后的我们 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研究材料 除了喜之外 这批秦简里还有其他人写下的文字材料 总计约四万多字 设计内容极为广泛 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 为我们研究秦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之称 税虎地秦简向我们展现了秦代社会非常生动的许多的画面 而这次发掘的郑家湖墓地距离这个税虎地仅仅也就是三千米 这里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 有长菇 七木器 藏剧绘画等等 那么考古学家是怎么看待这次考古发现的呢 我们请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老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点评 我觉得也是一批重要的资料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七百多字那个长文菇 记载了一个向秦王建议修兵巴战的一个记录吧 这个是第一次我们能够看到的文字最多的一个长文菇 这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 实际上在墓葬的习俗上有很多重要的发现 你比如说出土了一个数学的墓葬 但是在一端有墓门形象的这个记录 这个实际上是西汉时期 西汉 东汉流行的横穴式墓道的最早的限期 因为最早这个比如夏商周都是挖一个长方形的墓坑 然后把关子放里边 然后西汉以后呢 是有一个墓道 然后通着墓室 墓门还可以再打开 可以把后来需要合葬的人再装进去 是从数学向横穴转变的一个阶段 这个墓葬正是在这样一个阶段 有很多方面应该说是提供新的资料 2021年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了 2021年度国内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这个消息一经发布 便获得了全社会多方的关注 许多热心的网友就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我们来听一听 老师您好 我的问题是 从云梦税虎地勤俭到这次的郑家湖长沽 为什么在这里的墓主文书能够保存得这么好呢 老师您好 从之前的税虎地勤俭到这次的第一长文沽 我想请问云梦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有如此丰富的发展 这两个问题都非常的专业 我们请湖北云梦郑家湖考古发掘 向我们的工作人员 来为我们的网友做一个解答 这个云梦地区 我们目前已经发现了 有四批检涂 最少是75年发现税虎地勤俭 后来有89年的龙岗勤俭 还有06年我们税虎地的汉检 我们这是第四次墓孤和墓图 这个云梦地区 是民伏集市的检涂之乡 为什么古代文字 在云梦地区能够保存这么好 保存这么集中 主要是因为云梦地区地下室位比较高 还有当时旧人埋葬的习俗 埋得比较深 一般都是四米到五米 还有这种青高梨 白高梨这种结构 形成一个比较密封的环境 所以这种有机文物能够保存下来 云梦虽然不是什么首都 也不处于秦汉王朝的中心 但是它是非常重要 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 因为战国晚期 也就是公安前278年 白七八营以后 秦人 秦军就进到了这个地方 而且占领了这个地方 而且由此作为一个据点 向周围地区发展 那么因此在这个秦统一六国的过程当中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据点 正因为如此呢 这个地方既有传统的楚人 楚文化 也有外来的秦人和带来的秦文化 而通过秦统一战争以后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呢 多民族统一的中央级线国家去形成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通过考古材料来研究 当时中国如何从六国都向统一 在这个过程中间 中华民族是怎样的形成 包括说这个中国统一国家的这个民族意识 国家认同感怎样形成 它会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 它这儿提供的材料 考古材料呢 是有它的独特性 因此云梦地区呢 在秦汉考古上 在秦汉史学的研究当中 具有这个什么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说完了湖北云梦的长文姑 我们放眼更远的岭南之地 因为在岭南之地也有新的发现 考古学家们在广州发现了 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高等级 岳人墓葬 2021年4月 广州市碑头岭遗址考古工地传来新发现 考古人员在第二阶段抢救性发掘中 请领出战国中版期至西汉初期墓葬38座 共出土文物400余建套 据悉 这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 规模最大 风土保存最为完整的高等级岳人墓地 岭人墓葬这么集中发现 可以去让我们认识 秦定岭南以前 以广州地区为主的这个珠江三角洲 社会人群是怎么样 组织结构是怎么样 它的文化面貌 它的这个社会积累 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现场考古人员介绍 墓葬顺山体走势排列 小型墓葬主要分布在发掘区北部 均为长方形数学土坑墓 地标风土不明显 无墓葬 大中型墓葬均为带墓葬的 突字形数学土坑墓果墓 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中南部 地标风土明显 保存较好 风土边缘多有至少一个 祭奠性质的完整陶瓮 具有典型的粤文化特征 木坑底部铺垫石子或河沙 成为果床 有的果底下和顶板上 似铺设一层青膏泥 这种具有明显江浙土敦墓的遗风 反映出强烈的粤文化足属特性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一支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曾经三次发兵岭南 最终在公元前214年 设立了桂林郡 南海郡 象郡 将百越地区纳入了秦朝的版图 事实证明岭南文化虽然偏居异 却在王朝主流文化的影响下 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 它是包容多元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岭南地区的这次新发现 我们还是请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王威老师 为我们进行解读 广州的这批墓荡的资料是研究周代到汉初 这个粤人 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 比如说从长江下游一直到华南 是粤人的分部范围 或者号称五粤 五粤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号称百粤 就是各个区域的所谓的粤 它有自己不同的风格和传统 所以这笔资料 为我们研究广州地区的粤人 他的生活习俗 他的文化的特征 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古都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 不仅仅是汉唐 这些汉族大一统盲朝的首都 也是很多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首选 2021年考古人员就在西安少林园 发掘了三座十六国时期的大幕 我们来看看 在陕西西安 有这样一块风水宝地 自古以来 它就是帝王将相们理想的安葬之处 不久之前的一次考古发掘 更是让它称为关注焦点 2019年至2020年 在位于西安城区东南的少林园 考古人员发现了三座十六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 墓葬的规模之大 形式之特殊 结构之完整 令人惊叹 以中兆村M100墓葬为例 整个墓葬由墓道 过洞 天井 壁堪 涌道 前室 东侧室 后室等部分组成 总体深度达12米 总长度更是超过80米 在墓葬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大型彩绘土雕建筑 其中既有单体房屋 又有三层小楼 从屋顶板门到窗龄栏杆 处处体现出中国传统古代建筑的形致 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 最接近传统土木建筑结构原型的实例 实际那个房子 首先不是毛司徒 应该是官府 或者官崖 或者它的象征性的门面 虽然它做的是模型 它是所谓那种整个空间结构 那种放大就是大空间 在编号为 郊村M25的墓中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 珍贵的壁画残存 残块上可见遗障图 题记人物等内容 中兆村M100的天井之下 同样存在壁画 不同的是 壁画的内容是建筑 结合墓葬结构 专家认为 壁画和两侧的壁龛 以及上方的土雕建筑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院落场景 除此之外 三座大墓还出土了278件随葬器物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是造型各异的彩绘人勇 在中兆村M100墓葬的壁刊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支 规模庞大的地下仪仗队 其中既有文质彬彬的人物勇 也有身披铠甲的武士 跨着剑囊的弓手 和在马背上吹脚击鼓的乐视 深目高鼻的人物形象 独具风格的舞吹乐演奏 展现出了16国时期 独特的少数民族风芒 在墓葬中 人们还发现了一组 充满生活气息的随葬陶器 有作为容器吹具的陶罐 陶灶 有迷你的水井 陶仓 牛车 还有鸡 狗 羊等家畜模型 展现了农耕生活的方方面面 牛车与逃仓中甚至还留有 一千多年前的苛刻鼓励 利用碳14测年技术 研究人员从他们身上提取了 更加精准的墓葬年代信息 我们比对了几家数据之后 把这个准确的年代 从16国时期这100多年 卡到公元400年左右 经过考古发掘和研究 专家认定 三座位于少林园的16国大墓 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一组 规模最大的16国时期高等级墓葬 他的发现为研究文化交流 民族交融 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物资料 因为它这主体的文化 体现出华夏文化 既保出了本民族特色 又在大的文化上 体现出它的认同 看看民族的认同 民族的拥合 多元的议题 所以多元是多元的 不同的区域文化 拥于哪个议题 国家 16国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这到底是哪个朝代呢 我来跟大家简单地解释一下 西晋末年 王朝内乱国力示威 这个时候啊 有五个北方的少数民族 匈奴 鲜卑 节 低 枪 却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 他们趁机就进入中原 先后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呢 建立了16个非汉族政权 史称五湖十六国 这段时间呢 是从公元304年 匈奴人刘渊建立 前兆政权开始 到公元439年 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结束 这段时间足足有130多年 这次发现的这三座大墓 就是在这个时期的 高等级的墓葬 在整个的中国历史上 五湖十六国时期 其实并不算长 但是这段时间 它却是处于 大分裂时期的夹缝中 你看上城 秦汉三国 下起南北朝和隋唐 是非常特殊的 一段历史时期 也是我国多民族交融 统一发展的 非常关键的时期 所以说这三座大墓的发现 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再来听听专家们是怎么说的 这么三座大墓的发现 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这次发掘这三座大墓 在我们历年发掘的 十六国大墓里边 是规模最大的 它总长度在八十多米上 而且这个墓室的结构也比较复杂 既有前中后三尺的 还有前尺后尺 再加测室的这种结构的 这种墓葬形制和这个墓葬的规模 应该是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 发现的十六国世纪大墓里边 规模最大的 而且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 就是在它这个墓道天井 过洞的上方出现土雕的这种建筑 我们把它叫土雕房屋 土雕房屋做得非常好 它是在这个生土上把它雕出来 一个建筑做得非常完整 从它的这个门窗到沿下的这个斗拱 以及屋顶的这个瓦座 它的脊啊 赤尾啊 铜板瓦的表现都是非常细致 做得非常好 这样一种做法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明显的一个是继承了东汉以来大型墓葬的这种结构 采用这种结构 另外呢 又有一些创新 特别是在这个墓上啊 在在这个涌道上面用土雕的这种房屋啊 来表现这个地面建筑的这种做法 应该是一种是一种创新 而且呢 这几个大墓里边出土了非常多的这个培葬品 特别是这个出现的这些这个陶俑 那么这些陶俑里边呢 明显的可以可以看得出来 有非常这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就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这个甲骑巨装 军事色彩非常浓 很多俑啊 它是属于武士俑 戴着头盔 穿着铠甲 这个马呢 也有马甲 有马巨装 所以给我们这个对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时期的这个 它的整个的对它的历史背景的了解 对它的这个民族融合了解 都提供非常多的资料 也会对我们研究十六国时期 北方整个的历史背景 文化因素 以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融合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 资料 说完了陕西西安 我们再来看看同样有着深厚底蕴的 中原大地河南 2021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形阳 有了新的发现 下面的这条新闻就是 马蹄筋 林纸巾 鼠布丸豆 猪钱 2011年发现的江西南昌海昏猴木 让观众们感受到了满平的有钱 而2021年 另一则与钱有关的消息 又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这就是位于河南省行阳市的关庄遗址 被石正式世界上最古老铸壁作坊 2021年8月 考古学家表示 在河南省行阳市关庄遗址 发现了丰富的两周级汉代手工业遗存 其中包括一个面积高达2000多平方米的周代筑铜作坊 作坊内 考古学家发现了与筑铜有关的建筑 瑶纸 水井等大量遗物 和用于制作铜器的陶饭3000多块 部分模范纹饰精美 形体较大 表明铜器的使用者有较高的等级 此外 遗址还出土了两维春秋时期的空手部金属钱币 以及制作这些钱币的新范 经检测 这里的铸壁生产大约发生在公元前640年 到公元前550年之间 这也使得棺庄遗址成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铸壁作坊遗址 一说到出土了钱 我相信很多电视观众眼睛就都亮了 因为确实是这样啊 这个钱币的出土和发现 它是一种财富的体现和地位的象征 同时呢 它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 研究当时的商贸文化交流等等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就形容这处最古老的铸壁作坊 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欣伟老师 为我们来做一下解析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也是特别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发现 我们用了新的方法 就用这个发掘中出土的这个碳化的小米 做了很准确的测年 这样就使这个地点成为目前我们认识到的 有准确测年的一个世界最早的一个铸壁的一个作坊 从世界范围看呢 就真正的可以被认定为货币 这样的文物的出现呢 也大概相当于这个跟关庄的时代是差不多的 就相当于我们的春秋时期 公元前六百年五百年 大概在这样一个时期 在这个土耳其的靠近地中海的 就是当时被称作驴底亚王国的这个遗址上 也发现了大体同时期的这样的金币 但是它是在教堂里面发现的 而不是作坊 在中国呢 我们以前发现过类似的这样的铸壁的作坊 就比如说非常有名的猴马 是晋国的核心地区 晋国的猴马有一个很大的青铜野链作坊 做各种的青铜器兵 同时也发现了大量的跟铸壁有关的遗迹 空手部的西尔范就发现了十多万个 就说明当时那有非常大规模的这个铸壁行为 但当时呢没有准确的这个碳石次的侧年 所以关庄呢 是目前我们有准确的侧年的 最早的一个铸壁作坊 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商品经济 相当发达的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以前认为我们这个文明可能是一个农业文明 是重农易商的 但实际上春秋战国的商业相当的发达 这个官庄所在的这个行阳 当时应该是属于 很可能属于正国的地方 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正人买铝 你看在市场上可以买鞋 还有这个买毒还珠 还可以在市场上买珍珠 来自楚国的这样的珍珠这样的重要的珠宝 所以可见当时商品经济的发达 其实大量的讨谷 遗迹还有遗物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纷争 各诸侯国是各行其事 因此筑前的行制 也就是五花八门 我给大家简单地做一个梳理和介绍 你比如说我们来看看 这种壁叫什么呢 叫布 就是布匹的布 它源于农具 你看这个 本身这个样子就像农具 像一把铲子 它就是从这个农具铲子演变而来的 最早的布壁 可以说它就是保留着作为工具的模样 后来慢慢地就变薄 变轻了 最后就是这么一片 当时这个布壁流行于黄河中游 因为这些地区是我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古代也一样 这次关庄遗址出土的钱币 应该就属于这种货币就叫布币 好 再看第二种 这个大家一看 这是刀壁 你看这个形状就是刀 刀呢在当时既是生活用具 同时它也是一种农具 这种刀壁当时大多生产和流通在渔猎地区 你比如说齐国 燕国 赵国等等 咱们再说这个 以笔钱 这是楚国的货币 它主要流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为什么叫它以笔钱呢 就说小啊 真正你这是放大了 我这有一个这个复制品 你看就这么小 你看以笔有多大 蚂蚁鼻子有多大 是不是 一般的不到差不多两厘米 小的有的还不到一厘米 这么小的货币 一头尖 一头圆 是吧 而且这上面你仔细看 还有文字住在上面 因为这个形状啊 太奇特了 所以也有人称它为鬼脸钱的 就是这种 还有就是这种 圆钱 这个圆钱 大家应该见得最多最熟悉了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铜钱 差不多就是这个形状 它是在战国后期出现的 不要小看这个圆钱 这可是货币形制的一大进步 为什么呢 因为它轻 这是模型大 我这个实际就这么大 有的比这还小 它轻 小便于鞋带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就是在这种货币的基础上 发明了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第一次实现了 我国毕制的统一 孔方兄也因此 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长城 作为我国古代工程量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 不仅是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 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 考古2021 下面的这条新闻 又要带领我们北上辽阔的塞外之地 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就是 长城 一道雄起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高大长远 它气势磅礴 绵延万里 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 工程量最大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 更见证了两千多年来 华夏大地上的风云变幻 长城始建于战国时代 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或敌国 各个诸侯国纷纷迎建长城 秦统一六国后 将各国长城连起来 吸起临陶 东至辽东 组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万里长城 此后 几乎每一个朝代都建造或修上过长城 秋风吹不尽 总是欲观晴 随着历史的浸润 长城早已不单单是防御工事 而是与家国之情 怀骨之思 边塞之勇紧紧相连 带着他特有的雄剑与豪迈 化为了中国人心中的一个精神符号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月 今天借助考古 我们再次深入长城 从设计建造 管理体系到营保风碎 编程补给等等 长城不仅仅是一道墙 而是一个充满着谜题的庞大工程 2021年 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三项长城考古的重要发现 在北京建扣长城 考古学家持续开展数字化 可视化的保护和修复 在陕西首静边县 发现了保存极为完好的明代银宝 清平宝遗址 极为罕见 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河浩特长城沿县 发现了汉代储存粮食的教学 这些考古发现 不仅为我们充分了解长城的历史信息 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更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这一重大国家战略 提供了有力的价值支撑 长城是人类历史上 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 和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景观 这些大家都认同 但是很多人对于长城考古 还是觉得有些费解 长城考古究竟要考证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 魏坚教授对此进行的解析 这个吴云慧言 长城在中国的历史上非常重要 从这个战国秦汉以来 一岛内朝内代 除了南方中原华夏的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这个王朝 他会修筑长城以外 其实入住中原的北方民族 你比方说北魏 先碑 他也修了长城 而我们今天对于长城的研究 首先就是什么是长城 我们怎么看待长城 长城首先它是一道墙 是指一条长城的城墙 城墙方面设置的有城堡 有塔楼 有突出的码面 是吧 有相互之间的这个不同级别的这个建制 和他们相互行走的交通 这才是长城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体系 它是分层级的 比方说在汉代的居炎地区 他是这个张业俊下属的一个都尉府 比如华是居炎都尉府 他就像个军分区 有规章制度的 立足景厚望 季节匈奴人 起居如烽火品月 谁叫烽火品月 烽火台的规章制度 你的起居 日常起居 作息时间 按烽火台的规章制度办 一切都是按程序走的 包括到了明代的长城 它那些塔楼 找空心的 还有好几层的那个 它都有一定的建制 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东西 它怎么能够提到防御的功能 怎么能够提到 传递信息的这种功能 是吧 怎么能够里边不同的级别 有互相的这个制约 这才能我们去研究这个东西 对墙体 对建筑的构造 对彼此之间的 这个相互的成绩关系 进行考察 进行发掘 进行研究 因为我们是要搞边疆嘛 你边疆可能就涉到长城 所以在研究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竞争当中 长城研究 一定是边疆考古 非常重要的方面 另一个 对于历代长城的分布 走向 构筑的方式 建筑遗迹的成绩的这种 这种研究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 长城考古研究 它的意义重大 它需要我们 对国家 民族 对多元一体 对共同体意识 这些个问题 深入探究的话 长城考古 必不可少 好 非常感谢卫坚老师 对此进行的点评和解读 茫茫九州 悠悠华夏 回望2021年的考古新闻 从泉州深移成功 到中华第一厂文污 到世界上最早的铸壁厂 说实话 我的心里有一种 由衷的自豪感 我们的祖先充满智慧 他们用心血 创造了如此发达的人类文明 为后世的我们 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而这笔遗产 不仅仅属于中国 它更属于世界 属于全人类 好了 感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节目 考古公开课 下期再见